先来看一下怎么样来做一个Fix Navigation 什么意思呢 Fix Navigation就是说你上下移动的时候 你的Navigation会一直贴在某个地方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呢,我们来到这边有一个 这里,Fix Navigation它是空的 好,那你当然在你的Body的部分 分析会有Wrapper这个东西的 好,因为就是你不需要特别为了我 做这个Fix Navigation而有一个Wrapper 可是呢,如果你有这个Wrapper 你就保留它,不要拿掉 好,现在你在Wrapper以外的地方 我Create一个叫Freeze Paint的一个DID 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等一下Wrapper就包住你所有的内容嘛 可以上下滑动 然后我的Freeze Paint呢 就一直贴在那个上面 好,我们现在加一些 StyleType 我们要加入CSS 那你才看得到它们的变化 首先刚才第一个我说Wrapper 对不对 所以呢,Wrapper我给它一些HIGH跟 HIGH跟那个 V HIGH我随便放一个1500 那V的话 960好了 好,然后它们的Background 我放Loo好不好 那你现在refresh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Wrapper 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好,你的Wrapper这个样子之后呢 你就要稍微的再做一点事情 因为它现在并没有在中间 所以它的MarginLeft 跟MarginRight 应该是这样子的 好,它就会跑到中间去 好,那我们现在要针对那个 Freeze Paint 来做一点调整 好,Freeze Paint也是一样 因为它是那个 要区分于Wrapper 所以我要放另外一个颜色 给大家看清楚 这个Background 我放AQUA 有这个颜色吗? 有 好,它的AQUA 现在还是不够的 因为它只是一条线 所以我要Define它的Height OK,Height is 100px 好,来了 好,那它的宽度是多少呢? 它的宽度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聪明的 如果你不想 你当然如果是960的话 它就会是跟你的Wrapper一样宽的 可是如果你想要它 就是整片过去 那我也不知道整片过去是多宽 因为每个人的screen都不一样宽 我有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 就是放100% 100%的话 它就是有多宽它就多宽 好,那这样子的话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Background AQUA 好,那我们现在来 那个realetime preview 好,那可是你会发现你上下移动的时候 它是跟着一起移动的 对不对 好,那我们现在回去修改一下 这个时候我要你加多一个叫做position 不是absolut 请你放fixed fixed的话 你就会发现 它 会 stay在那边 好,我们看一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发现 我的mouse side移动上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我的scroll bar 好,这边的东西上下 然后实际上 对了,它就fixed在这里 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它其实会穿 你会发现上面有一个破绽 它破动了 穿越 好,那我们要把这个破绽 关起来,其实非常简单 来到window, opposite window, green river 然后我的property 就是按我的这个范围 随便一个地方按 然后你就会得到你的properties page properties 好,请大家把margin放成0 好,default不是0 所以你看到那边有那个 洞 那我们现在放0的话 就会把就是你的website 四周围的洞给收起来 好,关起来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关起来之后的效果 所以刚才那个掉不见了 然后你上下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简单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就是放入你的navigation 那你的navigation 那你的navigation实际上就是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啦 但是我先在这里放好了 在我的freeze pane里面 ok ok 我要放一个div id的名 navigation 好 那我的navigation呢 等一下就是可以用来移动我的navigation的位置的齁 好,那我现在就要开始 ul id navigation 这样 然后我就li 红 然后你的这个后名 link 我暂时先不知道放什么 我放这样子 那起码它就会有一个href 意思就是说 它现在有一个link 可是不知道link去哪里 好,第二个呢 我们就放 about us 第三个 product 第四个 contact us 好吗 好 有没有看到在这里 好 现在呢 我就要再做一点点事情 就是说把它变成 我们要的那个样子 所以呢 首先 首先 我针对我的那个 net list 做一些 setting 好,实际上我前些我刚才已经做好了啦 net list 我们做的是这三个 你这个front family 可以放别的东西啦 比如说你觉得应该放什么 例如说basketview serif等等 好 所以呢 看到吗 它就变成了你要的样子 size 21 with 800 好,那我们再来看 做好的这个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你的ul ul ul li 跟lia lia hover 基本上跟那个第二个是一模一样 我是从哪里超过来的 ok 好,你能看到它是这样子的 好,现在就插 这个 好 position absolute 然后 你这个要跑到中间去 基本上你用position absolute的话 你就没有 就是讲说你要从它的最左上角开始算嘛 对不对 可是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不可以用那个margin left and right auto it doesn't work 所以基本上我又用了一招 margin left let's say 30% 它就会爬到中间去 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去 你的google chrome看一下 他所在的位置会不会太过去 太过去的话你就移回来一点来25% 看起来还不错 看起来还不错 红色的 好,它要再下来一点点 所以在这里的话 margin left hand margin top 就是可以照回原本的那个样子啊 你放了 整体 bx bx 它就下来了 好,我们现在就回去看一下 它的效果 就这样子 好吗 所以你的毛上下的时候 它就是不会动的 然后这样子就是做一个fix navigation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